字幕君 大家好 我是某七隻陽兵 今天要來試比較年輕的車款 所以特別昨天去剪的頭髮 看起來是很年輕 很搭這台車啊 沒錯 這台車就是 Suzuki Gixxer 250 也就是在今年初呢 在台灣正式亮相的250機種喔 那其實呢 這款車其實在我想在兩年前的東京車展還有米蘭車展呢 站長就已經有介紹過啦 那比較特別的就是它是採用 Suzuki 非常引以為自豪的油冷技術啊 怎麼說是油冷呢 就是它基本上在這邊 在左邊可以看到冷卻器 它是用機油來做冷卻啊 也就是說它的機油呢 必須要通過缸頭還有氣缸附近呢 把這個熱量帶走 才能算是油冷的引擎喔 那今天呢 我們來試乘Jixxer 我覺得啊 我第一眼看到這台車呢 跟我坐上去 感覺整台車其實 滿有這個黃牌檔車的這個份量啊 跟它的騎乘感是非常穩重的 這是我留下的非常深刻的第一印象 那我們可以從它整個前叉來看 哇 有沒有看到這個 40毫米的前叉真的非常豬壯啊 用在白牌的輕檔車上 真的是滿少見的啊 而且呢 它還有搭載ABS 嗯 從這邊出來 這ABS系統 所以它整個在整個騎乘的穩定性上呢 是非常好的 再來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它的整個動力啊 那Jixxer呢 它拿250 排氣量並不是太大 不過呢 如果說跟另外一款Suzuki的 在前幾年非常夯 一直夯到現在的小阿盧來比的話 Jixxer 250它在低轉 大概四五千轉呢 開始會有一波扭力輸出 但這個扭力呢 還是被它的排氣量 有一點限制住啊 就是它並沒有說非常大 但是已經很明顯的感受到扭力的輸出 那這股扭力顆可以一直拉 拉到大概六七千轉 才開始消退 所以以整個加速感來說呢 我覺得算是滿順暢的 尤其我們在一般道路 若是一些可以加速到 六七十七八十的道路上呢 它整個加速的流暢度 我是覺得還不錯啦 以250來說呢 這個標準來看它的話 嗯 真的還不錯 扭車的防摔夾克 各位安導沙你們的真正要聽喔 各位啊 我們出門家的最怕塗到什麼 是不是暗門土車 吼 那土水噴到的 你全身啊 滑下去也會變成酷酪米 如果是防鋪水這個功能 對 要不要連這個困擾 第二個 它有刺激護具喔 可以保護我們的金額頭 充滿 刺激護具 現在它有STAC的通風口 可以讓你深屋電視器擺進去 這個外套是有先使用的 出門在外面 安全地 如果是有教義 都可以在我們MOTO7的蝦皮賣場 找到它喔 再來前面有提到喔 就是它整個騎乘感非常穩重 我們從它的整個油箱開始 像小阿盧的話 它特意把油箱設計得比較小 比較狹長 但在Gixer上面呢 從前方兩旁的罩呢 到整個油箱來說 嗯 你會覺得 感覺是有一點霸氣啊 也就是我覺得那種感覺 大概在三四百CC左右 目前的街車都是這樣的設計 另外整台車在行駛的路感 真的非常棒喔 我滿喜歡的 包含它的整個前叉 還有後避震器 調校我都非常喜歡 在彎道中呢 它在變換方向的速度 並不算是特別快 如果跟小阿盧來比的話 小阿盧真的是非常靈活 靈活到有點太輕快了 但是Gixer呢 它在彎中的穩定性 真的非常好 它整個懸吊 在彎中的適應性 真的非常讚 而且 雙載的時候 它的彎道的能力 幾乎幾乎是跟 單人騎乘的時候一樣啊 也就是它的後避震器呢 在承載單人或是雙人的時候 它的彈簧的支撐性 真的非常好 而且阻尼的設定呢 真的非常Q 你在彎道中的時候 你真的 例如說台灣路面 真的比較差 所以你在碰到一些坑洞的時候 一般的車就會一直晃一直晃 但是它真的不會喔 也就是它的整個騎乘桿 彎道中 我覺得真的非常棒 剛剛講了這麼多喜歡的地方 那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比較不喜歡的地方 首先是它的煞車啊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煞車系統呢 當然有搭載ABS 而且前列盤看起來也夠大 但是呢 它這個卡鉗真的不行啊 這個卡鉗再加上原廠的油管 再加上總幫 這個煞車力道就是有微微的不足啊 例如說我在雙載的時候 我手呢 是一直幾乎是拉到最旁邊去拉 才覺得這力道是足夠的 但是你的手呢 你的手掌其實就是卡在這個 握把的這個盾上面啊 真的不舒服 但是你就是必須要拉到這麼外面 也就是它的整個總幫家卡鉗 這個夾持力道真的是 不夠力不OK 另外呢 我覺得以單缸油冷引擎呢 它還是有一些天生的宿命啊 就是它的震動 在高轉的時候是比較大的 沒有辦法像一般呢 可能像水冷引擎啊 或是雙缸引擎 它的扭力來說 或是整個震動來說 是比較平順的 單缸就是震動會大一些 另外呢其實剛剛有提到 整個Gixer它的運動性真的不錯 尤其它在過一些長彎的時候 非常穩定 真的可以畫出一條美麗的弧線 但是但是它的腳踏 我是覺得是有一點太低啦 所以未來呢 準車主你買回去 我覺得腳踏可以稍微改一下 位置呢 如果稍微調高一點 或是往後一點 調到你喜歡的位置 嗯 它的整個過彎能力 那種感受一定更棒 再來呢我們就請雅雅來幫我們複習一下 整台車在發表的時候 還有一些機械技術的重點 雖然呢 Gixer它是白排 但是呢 其實就車輛的外觀設定上面 你還是可以感覺到 它有大車的氣息存在喔 我們先看正面 正面它是使用的扁平式的LED頭燈 如果你覺得這樣不夠 那你一定要看車面 來看一下 我可以看到它的車身側邊呢 都是用一個很飽滿很壯碩的線條下去勾勒而成的 所以乍看之下你不會覺得說 欸這台車它是白排嗎 會有那種錯亂的感覺 這樣子的設定呢 不僅增加了你視覺上的豐富度 另外呢也加強了整台車的氣勢 這邊看車尾 車尾的設計呢 它是做一個上揚上翹的感覺 欸看到這裡 眼尖的觀眾朋友你有發現嗎 它的排件啊 是設計的稍微長一點點 但是 有沒有留意到 它有多了一個下突出 所以可想而知它整個擋泥的效果 應該是非常不錯的 那麼 從這個視角 順便再看到這邊 不能忽視的雙出排氣管 但整個氣勢 或是你的心靈滿足感 真的是媲美黃紅排啦 好接下來聊聊配備的部分 GISER它的排氣量呢 是249CC 再來它的引擎形式呢 是使用油冷 四行程單缸四氣門的引擎喔 欸特別的是呢 它雖然採用油冷 但是這個油冷並不一般啊 它使用的是新款的SOCS 它跟上一代的SOCS相較之下呢 它的冷卻面積高達了30倍啊 所以呢它有更好的散熱效率 在馬力的部分呢 最大馬力在9000轉的時候來到26.5匹 最大扭力呢 在8500轉的時候來到26.5牛頓米 全車的重量呢 是156公斤 好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懸吊形式 前懸吊呢 採用的是 441mm的正立式前掛 搭配的是 單向雙火塞的卡鉗 來看後懸吊 後懸吊採用的是 預載可調的 中置式單槍避震器 搭配的是 單向單火塞的卡鉗 欸然後我有留意到耶 它的前後輪 都是使用登陸譜的GPR300 我最大胎 就原廠給的配置來講 算是不錯 而且啊 跟國內的貿易商 它配的胎是不一樣的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留意看看 好了 接下來帶大家看一下儀錶板 儀錶板呢 它採用的是 單色的液晶儀錶板 上面是轉速 檔位顯示設計在你的左手邊 中間是你的時速 右手邊是油耗 我們來看一下 它有哪些儀錶的內建功能 首先呢 下面是里程 包含了總里程 小里程 然後還有你現在的電池的電壓 好 大部分是這樣子 然後右手邊是設計你的時鐘 另外呢 如果說你對轉速燈 原廠的配置是比較不滿意的 另外可以用手動的方式去做選擇 去調節說你要來到多少轉速的時候 才亮那個燈 接下來我們來看旗幟 原廠它的設定我覺得還滿輕鬆自在的 我還滿喜歡的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它的把是設計的比較寬 而且位置也比較高 基本上我剛剛這樣騎下來 是沒有需要彎腰的 我基本上都是這樣在騎 所以原廠的設定我還滿喜歡的 還有一個地方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它的夾持性非常好 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它的油箱 是設計的比較寬大 稍微肥一點點的 但是呢 往下看到這一塊 它是設計的比較平整的 所以在騎乘的過程中呢 我很自然的就是在這個區間在做移動 所以就原廠的設定下來呢 我覺得它的中長途 都是一個滿不錯的體驗 好介紹完車輛我要召喚站長了 剛聽完亞爾介紹呢 站長想要再跟大家強調幾個部分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輪胎 你這一對呢 GPR300我覺得不管你在通勤 或是說你想要小熱血 真的還算滿夠用的 所以這個一對輪胎可以算是 你第一對適應這台車的 非常不錯的選擇 再來我們看到前叉這邊有一個擋板 就是讓你的石頭呢 不要直接就中你的前叉 所以算是一個小貼心的部分 另外呢我覺得它的後避震器的彈簧 真的是看起來非常的粗壯 這大概也是為什麼 我們在雙人騎乘的時候 它依然可以保持一個非常好的路感 跟道路的適應性 再來呢站長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的油冷系統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管路從這邊開始 從引擎呢 機油幫浦這邊打出來以後呢 機油就從這邊 進入到油冷排 我們從另外一邊來看 油冷排這邊呢 從下方進去以後呢 充滿了這個油冷 然後散熱呢 做一個散熱交換就在這邊 再來呢它油冷排會進入它的鋼頭 鋼頭呢在這邊潤滑之後呢 再回到它整個油底盒 也就是整個機油齒輪箱的部分 所以它整個來說呢 循環是這樣子的 機油冷卻器在這邊 然後從油冷幫浦出來以後 冷卻之後再回到鋼頭 來把這個熱量呢 站到外面 接下來跟亞亞呢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整個雙人騎乘 包含亞亞自己騎乘的時候 有一些想法 首先亞亞你坐在後面呢 你覺得這位置怎麼樣 好坐嗎 我覺得在跨上側的時候 會有一點吃力 因為它的車尾是設計的比較高的 對所以像我腳稍微短一點點的 在上側的時候會有點 要硬跨過去 腳要伸開 這我不是有教你怎麼正確的上車嗎 沒錯沒錯 就有時候脫懶的時候 對不起 那再來那坐起來呢 這椅墊坐起來感覺怎麼樣 其實在那時候還沒有跨上車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這樣子車尾看起來那麼高 是不是會比較沒有安全感 但是實際坐上車之後會發現 其實它的段差沒有那麼高 整體來講不會說 看到太多前方的景物 讓女生覺得不自在 其實還好 另外它的坐墊的支撐度是還不錯的 不會說太軟胎 讓你的屁屁也覺得不舒服 對實際上以這種運動車款的設計來說 它其實它的坐墊是給的非常大 而且整個泡棉是非常的厚 對 這樣剛才有提到就是它段差就不大 雖然是分離的 但是沒有中間一個很高的段差 再來它後面其實扶手都做得很大 讓你可以很容易的去抓 對 那你在彎道中你感覺後面的晃動怎麼樣 非常棒 它處理的效果非常好 因為原本以為它是原廠配置的避震器 會不會說偏軟 造成車輛的彈跳比較明顯 那其實還好耶 基本上 站長在我的過程中 不管是激烈操駕或是順順騎 我覺得它懸吊除了回饋都非常好 讓我不會有車身明顯晃動的感受 這邊跟大家補充一下 一般運動車款的話 像我們單人騎乘的時候 你可以操駕得很開心 可是一到雙人騎乘 後面只要載一個重量 尤其是這種小排線的車款 很容易就是它的後V韌氣壓縮太多 所以整個操控性的調性就跑掉了 但我覺得在Gixer 250上面 這個部分真的蠻不錯的 就是說它的單人騎乘跟雙人騎乘 感受是非常接近的 這一點不錯 我很喜歡 那你自己騎乘起來呢 感覺怎麼樣 首先呢我在騎乘的過程中 感覺讓它的輸出是讓我覺得很舒服的一個區間 不會說車輛太猛爆 一個爆衝 不會我覺得如果就新手的騎士來講的話 應該會蠻有安全感的 再來是因為它的車身還有它的車頭 都是設計的比較輕巧的 所以就算對身型或是力氣比較嬌小 其實應該都不會造成太大的負擔 對我覺得還 我覺得這樣子的設定會蠻適合初心走的 有沒有什麼你比較不喜歡的地方 其實不會說到不喜歡 但是我有留意到 它在高轉的時候 手馬腳馬的現象會比較明顯 對剛剛有提到 單缸油冷來說震動還是會比較大一些 再來呢其實我覺得 Gixer搭照算是印度的車款 未來其實 這樣子印度的車款會越來越多導入台灣 因為印度的環保法規跟台灣的標準來說 是比較相近的 那我覺得印度車款大概都會有幾個特色 跟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呢它整台車就算排氣量不大 250、350都好 它的整個車身就是比較大一點 另外呢它一些細節的部分呢 它會設計的比較厚重一點 例如說它的車尾 就非常的壯碩 手把呢也非常壯 再來我有注意到它土除的部分 其實我們運動車款來說 可能會把土除設計的比較細一點 但是呢它旁邊就有多了這兩片 它看起來比較廣 或者說呢 以它的擋泥設計來說 前面有設計擋泥板 後面呢 有這個像是排架式的土除 但是它的排架呢 又設計在這個 尾巴延伸出來這個擋泥板上面 所以 一二三 所以印度人在騎車的時候 可能真的很不喜歡這個泥巴呢 飛起來 或是雨水被捲起來噴到後座啊 或是噴到自己 他們大概很在意這個 再來呢 它的彈簧真的非常粗啊 剛剛有提到 它的K值應該是蠻強的喔 所以雙人來說呢 它的支撐性也不錯 這大概是未來呢 會越來越多印度車款引進台灣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喔 好 整體來說呢 我們今天就試乘了Gixxer 250 再來呢 還會試乘Gixxer 250 SF 也就是它有 算是整流罩的這個比較運動的車款 最大的不同大概就是它的整個握把 這個手把的高低啊 會有不同 另外呢 我也覺得Gixxer 250 因為它的整個騎身感真的非常穩重 未來呢 應該蠻適合新手 你要入門黃牌 或是甚至到紅牌的時候 你先來騎這台車 讓你對車輛的操控啊 尤其這種擋車 有一個操控的基礎 之後呢 你再去做一些升級 所以我覺得Gixxer呢 一定是可以作為培育未來 重機車手的一個非常好的基礎車款 好 今天就是鎮長跟亞一起來試乘Gixxer 250 那大家如果還有什麼問題想要知道的 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們會在下方留言呢 回覆大家 或是未來呢 再拍一些影片來答覆大家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